昨晚挨晚6時多 由麻地發生一宗奪命交通意外 當時現場消息說 被撞的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婦人 到了夜晚 女死者確認是67歲的婆婆 之後我們收到 自稱是死者家屬的短訊 說有些事想跟大家說 她說死者是有腦退化症 意識不是很清楚 而不是亂過馬路 說他們家屬在意外之後已經很傷心 頂不順輿論壓力 所以希望我們澄清這件事 令死者走得安心 其實我們最初的時候 是根據現場收到的消息去報道 當有新資料的時候 已經即時去更新 絕對無意冒犯任何人 最後希望死者家屬能夠釋懷 意外沒有人想發生 照顧腦退化症的病人 也是一件難事 希望今次的報道 能夠令大家清楚整件事 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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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